Hello大家好,我是崔崔,今天为你带来的是我的新书《妈妈天生了不起》,你可能对我还不太熟悉,我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和大多数妈妈一样,我是一个职场人,并花了十年的时间,从一个在出版策划公司打工的实习生成为了上市公司的首席运营官,后来呢又成为了投资公司的投资合伙人。 可以这么说吧,在职场这条路上,我走的还是比较顺利的,但是在当妈妈这件事,我却一度失去了章法,甚至陷入了产后抑郁情绪。 好在多年管理公司的经验,帮助我在当妈妈这件事上形成了自己的思路,几年下来更是梳理了一套新时代妈妈的生活方法论。 2016年,我创办了亲子女性成长平台MomSelf,在这个平台上呢,我每天都与成千上万的妈妈们打交道, 同时也发现,几乎每个妈妈都在某个时刻面临着和我类似的问题。 于是呢,我把自己的这套方法论写成了书,希望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能帮助到更多人。 下面,就请专业主播为你解读我的这本《妈妈天生了不起》。 你好,有了孩子后,很多妈妈可能都有过这样的困惑。 孩子又生病了,为什么我这个妈妈做得这么失败? 每天既要工作还要带娃,时间怎么好像永远都不够用? 老人帮忙带娃我很感激,可两代人观念不一致,一言不合家里就鸡飞狗跳。 类似的问题在生活里层出不穷,都需要你去解决,特别考验智商和情商。 你怎么办? 今天这本书或许可以给你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它试图用公司高管管理一家公司的方式去解决家庭中的各种问题。 刚刚作者崔崔已经和你打过招呼了,想必你对她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作为一名具有传奇色彩的女高管,她在职场上叱咋风云,节节高升。 可这么个厉害的人物,却和很多妈妈们说过这样一句话, 在我看来啊,经营一个家庭并不比经营一个企业容易, 只不过很多妈妈们干了CEO,也就是首席执行官的活儿,却没有CEO的名分。 听到这儿,妈妈们会不会特别认同这句话,觉得自己也很了不起。 当然了,为了让你更加的了不起, 崔崔还给我们带来了她在职场上一路披荆斩棘的经验心得, 让我们这个妈妈CEO当得更加得心应手。 好,听到这里,你是不是有点迫不及待了? 下面让我们开始本书的内容吧。 我会分四部分来解读这本书。 第一部分,管人先管己。 同理,妈妈们要想管理好这个家,首先要搞定自己。 第二部分,用管理项目的方法,搞定老公。 第三部分,善用合作思维,搞定长辈。 第四部分,学会放权,搞定孩子。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部分, 妈妈们要想管理好这个家,首先要搞定自己。 说到这儿,很多妈妈是不是一言难尽地笑了? 生了娃以后啊,几乎每个妈妈都恨不得自己全能, 希望自己既懂儿童护理,又了解儿童心理, 既知道该怎么给娃买买买,又懂得该怎么早叫, 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 等孩子大一些呢,上了幼儿园,上了小学后, 妈妈们又渴望自己说得出英语,教得了奥数, 辅导得了乐器,玩得转科学实验。 所以啊,搞定自己这句话太对了。 这里啊,敲下黑板,注意了, 这里我们所说的,搞定自己, 可不是让你为了孩子而修炼各种带娃技能, 而是要你先搞定自己的情绪。 具体该怎么做呢? 先给大家抛一个概念,情绪劳动。 举个例子啊,航空公司要求空姐们优雅得体, 微笑待人,也就是说, 即使有乘客提出了蛮横无理的要求, 空姐也要尽可能的用微笑来解释和处理问题, 而这就是情绪劳动。 听到这儿,你是不是想说, 不就是做个表情,也没付出其他的, 怎么就算劳动了呢? 因为空姐在做出这个表情的同时, 很可能受到了委屈, 但她没办法表达出来, 只能自我消化掉这些负能量, 所以这种情绪上的付出, 也算是一种劳动。 而如果说妈妈是一种职业的话, 那么妈妈们在育儿的过程中, 也很可能会产生情绪劳动。 因为很多育儿书籍夸大了妈妈的情绪对孩子人生的影响, 整个社会也在期待妈妈们温和而坚定来进行亲子沟通, 这无形中增加了妈妈们的情绪劳动。 但在作者看来啊, 这种情绪劳动是没有必要的, 我们没有必要过分压抑自己, 来打造完美妈妈的人设。 作者给出的解决方案是, 觉察并接纳自己的情绪, 然后解释给自己和孩子听。 那么, 又该怎么觉察自己的情绪呢? 其实情绪分为两种, 一种啊是原生情绪, 一种是次生情绪。 所谓原生情绪啊, 是指我们遇到事情以后最初始, 最直接的一种情绪, 而次生情绪指的是, 我们为了躲避, 发泄原生情绪而产生的新的情绪。 而我们要做的觉察情绪, 就是要追本溯源, 找到原生情绪。 比如有一次啊, 作者带着五岁的儿子小核桃 开车去参加一个聚会, 意外把车开进了一个弄堂, 结果倒车倒了很久都没有倒出来。 这个时候孩子也是有些着急的, 想帮助妈妈, 于是问了不少问题。 一开始啊, 作者还能温和地进行解释, 但很快他就有些不耐烦。 庆幸的是, 作者很快意识到了问题, 于是他马上静下心来, 并认真分析自己的原生情绪是什么。 表面上看, 作者对孩子感到不耐烦, 但其实这只是次生情绪, 真实的原生情绪是, 作者开错了路还倒不出来车, 这让他很懊恼。 同时他那会儿也非常担心孩子饿, 担心自己不能准时到达聚会地点, 这让他很愧疚, 而这些才是让作者脾气爆发的真正原因。 好, 找到了发脾气的真实原因, 也就是察觉到原生情绪后,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及时地解释给孩子听。 我们继续回到作者的倒车事件中, 当他发现自己产生情绪的真正原因是对自己懊恼, 并对孩子感到愧疚时, 他马上接受了它, 并把产生情绪的原因解释给了小核桃听, 还真诚地给孩子道了歉, 结果孩子听完后哭了, 还跟妈妈说, 你是最好的妈妈。 这样的操作, 既让妈妈的情绪得到了排解, 也和孩子的关系也更近了一步。 到这里啊, 第一部分内容就讲完了, 我们重点和你讲解了, 妈妈们要想管理好这个家, 首先要搞定自己, 比如妈妈们要远离情绪劳动, 搞定自己的情绪。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部分内容, 用作项目的思维, 搞定老公。 人们常说啊, 夫妻关系是一个家庭的定海神针, 那如果夫妻两个人温暖有爱, 孩子们从中也能汲取积极的力量。 那么, 妈妈们在有了孩子之后, 该怎么维持, 甚至改善和老公的亲密关系呢? 作者给我们的建议是, 用在职场上做项目的思维, 来管理和老公的亲密关系。 举个例子, 在职场上, 每做完一个项目, 我们经常会主动复盘自己在工作中的得语诗, 可是在婚姻生活中, 你有没有像经营一个项目那么用心, 来复盘一下你和老公的关系呢? 听到这儿, 你可能会说, 婚姻生活里有什么要复盘的呢? 并且一想到要和老公做感情上的复盘, 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更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做这件事纯粹是在浪费时间。 可在作者看来, 我们对生活中的很多事, 都会毫不吝啬地给予重视, 比如我们会反复揣摩领导说过的一句话, 我们会为孩子迈出人生的第一步, 欢呼雀跃, 那为什么对老公就不能多些重视呢? 你和老公的关系, 也是值得两个人坐下来, 来个年度或月度复盘, 好好聊一聊的。 比如你们可以回顾下, 在这段时间里, 你们有哪些生活感悟, 家庭里的哪些事情处理得比较好, 对彼此有哪些期待等。 而且老公在育儿中的地位, 其实跟妈妈同等重要。 听到这儿, 你的脑海里可能会跳出一个词, 叫丧偶事育儿。 的确, 受男主外女主内思想的影响, 在很多中国家庭里, 老公在养孩子这件事上是缺位的。 作者建议, 妈妈们不要抱怨, 也不要嫌弃老公笨手笨脚, 这也不会, 那也不会, 而是一定要去想一些办法, 巧妙地让老公融入到育儿的过程中来。 这就像是在职场上推进一个项目, 虽然有些成员不给利益, 但我们也不能放弃他, 而是要想方设法调动他的积极性, 把项目完成。 比如作者就经常带着老公玩强制互换角色的游戏, 他们发明了一套纸牌, 空白纸牌上被写了各种不同的角色, 比如没心没肺的妈妈, 劳心劳力的爸爸, 故事大王, 美食博主, 语文老师等, 抽中纸牌的人就要在这一天扮演其中的角色。 作者的老公经常在周末抽到美食博主这个角色, 当他体验了为家庭准备美食的不义之后, 也就更能体谅妻子。 听到这儿, 你是不是也想尝试一下了呢? 好, 到这里啊, 用做项目的思维搞定老公, 这部分内容就讲完了。 简单来讲, 就是要定期复盘, 并且要想办法把老公添加到你的育儿项目里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 如何搞定长辈, 化解隔代养育过程中的冲突。 聊到这个, 相信很多妈妈们可能都有一肚子话要说, 毕竟两代人的育儿理念和生活习惯都不相同, 出现各种各样的家庭矛盾太正常了。 本书的作者崔璀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但他四两拨千斤啊, 轻易就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 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简单用一句话来说, 那就是运用合作思维, 也就是用公司高管管理团队的方式来管理家庭。 我们拿生活中最常见的婆媳矛盾来举例, 儿媳不满婆婆追着给孩子喂饭, 但碍于面子又不知道该怎么去和婆婆沟通, 于是背地里和老公吐槽抱怨, 让老公出面去解决这个问题。 但老公呢? 一边是媳妇, 一边是自己的亲妈, 谁都不想得罪, 就在里面祸悉泥。 最后的结果是, 问题没有解决, 但三个人的关系, 尤其是婆媳关系, 更加紧张了。 这个时候作者的建议是, 采用职场上处理员工矛盾的办法, 进行透明化的处理。 那什么叫透明化处理呢? 就是把一切问题都还原到当事人身上, 不做任何不透明的处理, 比如不在中间传话, 也不偏袒一方, 只听一面之词, 而是让有问题的两个人一对一直接沟通。 也就是说, 如果儿媳觉得婆婆的做法不当, 那她就应该直接和婆婆沟通, 而不是去找老公, 因为老公参与进来, 只会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为了更便于妈妈们理解一对一沟通的重要性, 作者还在书中举了一个物理学上的现象。 如果在宇宙的一个星系里只有两颗恒星, 那么就构成了双星系统, 它们的运行轨迹非常稳定, 也非常简单。 但如果一个星系中存在三颗恒星, 那它们的运动轨迹立刻就会变得难以预测, 成为物理学中一道著名的难题, 三体难题。 目前人类最先进的超级计算机都很难精确计算出。 你看啊, 仅仅是多了一颗恒星而已, 但是三者之间的关系立刻变得超级复杂起来。 好, 说到这里, 想必你更加明白了一对一沟通的重要性了吧。 此外, 除了开诚不公的一对一沟通的透明化处理方式, 作者还有一个处理大家庭关系的秘诀, 那就是各四其职, 分工明确。 在一个公司中, CEO会调度人力资源部给每个人安排指定的工作, 所有员工各展所长, 公司才能蒸蒸日上。 在家庭生活中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 老人和老公擅长的领域肯定是不同的, 那么不妨按照每个人擅长的事项来分配工作。 比如在作者家里啊, 姥姥姥爷承担家庭的健康、 饮食和日常陪伴, 爸爸负责孩子的教育, 妈妈负责孩子的情绪、 人格培养, 如果有矛盾, 大家就一对一的直接进行沟通, 如果经过讨论还是无法达成共识, 那么决定权就在具体这个领域的负责人手上。 说到这里, 我们就讲完了用合作思维解决隔代育儿的问题, 一对一沟通和明确分工都是作者清测有效的方法, 你不妨也去试一试。 说完了隔代养育的应对之策, 下面我们进入最后一部分, 学会放权, 搞定孩子。 那什么才叫搞得定孩子呢? 作者给的答案是, 孩子能对自我负责。 说白了就是孩子具备自我管理能力, 即使你不在旁边盯着, 他依然可以按时写好作业, 按时休息, 安全地玩耍, 而不会做事拖拖拉拉, 或者老是去做一些危险的事情, 一刻都不让大人省心。 听到这儿, 你是不是被柠檬精附体彻底酸了? 世上还有这么天使的孩子, 我怎么没遇到呢? 可在作者催催看来, 这样的孩子是可以培养出来的, 关键在两个字, 放权。 在职场上, 想必每个领导都知道要放权的重要性, 因为只有领导真正放权了, 手下的人才能发挥潜力, 施展开拳脚。 可在育儿这个问题上, 很多父母可能就没那么明智了, 他们生怕, 一松手, 孩子就往不好的人生方向走, 于是很多家长习惯于, 把原本属于孩子的责任捆绑到自己身上, 努力地推着孩子往前走, 还美其名曰, 这是为孩子好。 其实这种下去的后果是, 很可能孩子一直没办法学会为自己负责, 所以家长们要改变观念, 勇于放权, 就显得非常重要。 当然还有些父母可能是不知道该怎么放权, 其实放权中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要接受孩子犯错, 允许孩子在一定程度上做得不好, 不完美。 比如每年的新生入学季, 都有很多妈妈吐槽自己的孩子会漏袋文具或课, 这时如果父母们接受不了孩子出错, 改为替他们收拾书包, 那么接下来孩子可能还是会一直存在这样的问题。 有的妈妈就比较明智, 他们明明知道自己的孩子忘带了课本, 但也不动声色, 等孩子去了学校, 发现没有带课本或文具, 就只能自己承担被老师批评的后果。 这个时候他的自尊心会敦促自己注意这个问题, 于是慢慢就学会了, 每天晚上睡觉前, 一定要检查自己的书包。 当然, 说了这么多, 有些妈妈还是会对自己的孩子不放心, 他们的理由可能是这样的, 我每次和孩子说话, 让他做正确的事, 他都不听, 甚至和我对着干, 最后我没办法, 只好一直参与其中了。 那么, 如果你家真是这样的情况, 不妨按下暂停键, 回想一下, 你和孩子的沟通模式, 是不是像下面这样的? 眼看着孩子把数学题做错, 你脱口而出, 知道题做错了? 你怎么这么不认真啊? 你看隔壁王叔叔家的女儿, 每次考试都拿第一名, 你什么时候能像他那样呀? 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 在这里啊, 作者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分析, 在他看来, 孩子之所以不肯听大人们正确的话, 就是因为我们在说正确的话之外, 还多说了一些废话, 也就是没能像在职场上沟通那样, 做到严简易改。 举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例子, 我们在开车时大多会使用导航, 导航的语言都是很精炼的, 如果你不小心转错了弯, 导航一般会说, 路线偏离, 前方一百米请掉头, 仅此而已, 但如果现在有一个新的导航, 他说的话和老板不一样, 你转错弯时, 新导航说, 执行, 执行, 完了, 前方一百米掉头吧, 上次你也是在这个路口做错, 能不能长点心? 试想一下啊, 这个时候你是什么心情呢? 是不是很烦? 是不是有种冲动, 根本不想根据导航的建议走? 所以, 和孩子沟通也是一样的道理, 妈妈们要学着说正确的话, 而不是废话, 要言简意该的引导, 而不是指责, 这样孩子就会更愿意听你的话, 你也更能少些顾虑, 大胆放手。 简单总结一下, 妈妈们如果想用很少的精力就搞定孩子, 那么不妨试试这套放权理论, 在实践的过程中, 你既要给孩子空间, 允许他们犯错, 也要注意在与孩子沟通时, 少说废话, 那么你离得到一个能自我负责的孩子, 就不远了。 好, 到这里, 这本书的精华内容差不多就讲完了, 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第一个部分, 我们探讨了妈妈们要借鉴管人先管己的职场哲学, 先搞定自己, 尤其要搞定自己的情绪, 具体做法是远离情绪劳动, 做个情绪健康, 积极愉悦的人。 第二部分, 我们谈到了如何用管理项目的方法来搞定老公, 大家别忘了啊, 和老公的亲密关系也是需要复盘的, 设置一些有趣的游戏, 激励老公来加入你的育儿项目, 也是个不错的办法。 第三部分, 运用合作思维来搞定家里的长辈, 尤其面对一些育儿冲突时, 要注意一对一沟通和明确分工。 最后一部分, 我们思考了如何放权, 培养一个能自我负责的孩子, 我们要允许孩子在一定程度上犯错, 同时要尽量做到严谨意该, 不说废话, 从而引导孩子们主动发挥潜力, 学会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都说做妈妈是一场长长的修行, 当我们被各种育儿知识和育儿焦虑所捆绑, 不知道该怎么办时, 不妨换一种思维方式, 用CEO管理公司的方式, 去解决家庭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吧。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